而美国女星史嘉磊·乔涵森 继漫威电影里面演《黑寡妇》之后 她要再演另外一个动漫英雄 是日本经典动画《攻殼机动队》里面 女英雄队长草治素子 这部动画被誉为是跨时代的作品了 因为1995年它推出的时候 已经想象到 2029年的世界犯罪是高科技化的 而且专门镇压高科技犯罪的特殊部队 公安九克就出现了 然后不对的要展开对抗 据说华卓斯基兄弟在看了这部片之后 受到启发才拍了后来的骇客任务 而相隔21年 《攻殼机动队》要翻拍真人版 为眼线轰动了 徐家磊·乔涵森的新片《攻殼机动队》 释出最新预告 徐家磊饰演草治素子 电影时空背景发生在近现代的未来 由于改编日本动画 释出的预告中 还可以看到日本影星《北野武》的片段 电影预计明年3月上映 这也是徐家磊·乔涵森再次饰演动漫英雄 徐家磊·乔涵森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动漫英雄 就是漫威系列的黑寡妇 她在电影展现高超的格斗技巧 比一比黑寡妇和草治素子的造型 徐家磊在攻殼机动队留着俐落的短法 由于释出的预告画面有限 有没有更多动作场面 可能要等到正式预告才能知道 但这部1995年的经典动画 等了21年终于要拍摄真人版 也让不少动漫迷期待为眼线轰动 TVB的新闻 规观察留言时 台北报道